主席部长 吴东县 班县长 老宝县长 吴东县 南部属中心 江城长 国陆府 全区区长 海底区 周区长 理工区 周区 周区区长 各位民众江青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主席 非常高兴 来参加 这个 风车 电气化 门县 周区的联统 当然 不管是 局长 副长 院长 都把 这个城主风格 心不屑 它的意义 它的价值 都非常清楚 我相信 随着我们 往前 继续努力 现在是六十五班 变成七十八班 我们今年十月 增加到 第一海 第一十八班 也这样一班次 已经 关注的两班 已经跟节育 相聚 目前了 所以我非常 非常好 我在这里 还要强调一点 就是从 交通部 这个 改俭局 在过去七年当中 它 部署的努力 都看到了 非常 显著的效果 刚刚 我们 部署的地方 公体的路线 都说得非常清楚 我都有一点 非常重要 在过去七年当中 购运量 每一年都在这里 这边就是 又可以建设 第二呢 营运来讲 这七年当中 有五年 五年是银语 有两年是灰狗 整个来看 刚刚 我们是 独表上 我们都记得 我们的 努力量 增长 三强 我们营运的增长 百分之三十七 努力量一讲 努力量一讲 过去 我们在东亚部的台北生活 我们在东亚部 变了开店 人事负责 人事负责 对象 客人负责 会在这么长度 连天 会准 会在不加 都什么远 但是 这七年来 我们看到 我们开店 从各种方面加益来赛 给我们 比较有效率 比较 舒适的车厢 开始调整 这种时间 让独独的增加 然后大概在新界 还没有 连统电气化的地方 譬如都像 花东铁路 电气化 跟瓶颈段 专维化的建设 原来 设计 只要七年 我们到五年来看完 而且 现在 要从台湾继续延伸到很多 使得 我们刚刚 编导产格 就是 全岛 全物 电气化 最后 主要 展开完成 这时候 全台湾 都变成电气化 这一点 对于 平东 对于台东 对于巴雅 第一 都非常重要 因为当西部 整个的电气化 还有光纤的石膜 我们 平东 还有 台东 归宿到这一点 我们感觉到 是应该要加油的 所以 这一点 我觉得 看到 开简 真知日常 尽管 我们 还是有归宿 但是 归宿 是 历年 最低的 大概 只有三十多日常 过去还没有出现过 这么低的归宿 我们希望 加拿大 归宿 全部的归宿 我们要 让他和 真正的日常 我相信 因为他改善 因为他争计 更多的人员 做 排队 做 排阶 大家说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 谢谢队长 谢谢副长 谢谢队长 谢谢队长 那我们继续努力 做更好的时间来 祝福大家 谢谢各位 祝福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介绍